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件事情當然不是一個開心的事 不過時事嘛總有一點英文可以學 所以這是高嘉瑜被家暴的新聞 先讀一下標題給你聽 Domestic Abuse Incident Highlights Taiwan's Struggle with Misogyny 所以 Domestic OK 國內的啦或者是 像GDP這個詞順便說一下 GDP就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 那這個D就是 Domestic 你知道嗎就全國生產毛了 好anyway這個就寫開講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所以國內的那家裡的也可以是 Domestic 所以家暴 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Abuse 那他加一個 Incident 就事件 所以家裡的這個暴力事件 Incident 那他就highlight出 能夠強調出凸顯出台灣的一個掙扎 跟什麼東西的掙扎 With what? Misogyny Misogyny是仇女 不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字了 我很有印象我們講過 就是仇視女生的仇啊 不是仇八怪的仇 仇啊 仇女 討厭女人 那我記得我也補充過一個新聞事件 那個時候我是不是還沒開始做影片 可能還沒有齁 就是多倫多啊 曾經有過一次有個傢伙神經病 他就開個車然後路上亂撞人 那他撞人到處撞人的原因是因為 你說他有風嗎應該有啦 可是總之這個心理不太正常的部分 我們把那樣的人label成incel 他是一個incel 什麼是incel 他是兩個字構成的 involuntary 就非自願的 後面的cel是celibacy 什麼是celibacy celibacy就是守真 就是不打炮 OK 就維持一個處子之聲的概念這樣子 反正就不打炮啦 你如果已經不是處男人 然後你不跟人家發生性關係 是不是還是可以算著守著celibacy 大概還是可以吧 那這到底是什麼概念 involuntary celibacy 就是你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單身的 我們有時候講的說 講得漂亮一點 我是選擇性單身 我就不想交女朋友 那你屌 可是有的人很想交女朋友交不到 那這個就叫做incel這樣 那這個久了以後可能就 反正網路上還會有這樣的人 就聚集在一起 然後就真的是一群人在一起 仇視女生這樣 他們甚至會有一些言論 就包括有說 我們根據事業上男女的比例 應該理論上 一個男生都可以配到一個女生左右 那為什麼我沒有 這樣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社會的不公義 那為什麼社會上有些渣男 可以同時間操作著好幾個女朋友 什麼這一類的 腳跨很多條船 所以他們覺得這種不公平 事實上是需要來被處理的 所以incel 所以多倫多就有這麼一個incel 然後他就覺得 我要出征了 我要替大家 帶來公益 然後還有 據說網路上還有人替他加油 喔壓勾 結果他就開始在路上亂撞 所以這個新聞事件 算是補充一下給你知道 曾經發生過 那我們回來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仇女概念的其中一個 example 就incel很容易 往仇女的方向走這樣 那不要把他跟另外一個詞搞錯 另外一個詞叫做這個 male chauvinism 所以前面加一個male 然後 chauvinism 這個叫做男性沙文主義 那其實前面一定要加男性 因為沙文主義就是我覺得我比你厲害 就自大這樣子 那你加個男性就是沙文 就我們中文理解的沙文主義 其實早就把男性丟掉了 可是在英文的版本裡面 這個male其實是應該還要留著的才對 所以我就把這就放著 所以這個只是男生絕對比女生厲害 他不見得有仇視女生的概念 所以這個male chauvinism跟misogyny 還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我必須要強調一下 OK 好所以 我們好像離題離得蠻誇張 光是標題都還沒講完 下面就 紙票題說 high profile politician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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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aled she had been assaulted by her boyfriend sparking sympathy from some and cynical political attacks from others 好所以總之他揭露出了revealed 他已經他有被攻擊 所以assaulted 這個 他如果前面加一個sexually assaulted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強暴這樣子 性侵害 那你sexually拿掉 如果只是assaulted就是被攻擊這樣子 所以他被assaulted 就引發了spark這個字就是 他有那個火星之類的概念 spark sparking sympathy 是同情 from some 所以從一些人中得到同情 而從另外一些人中得到另外這件事 所以這個构句是這樣 sparking sympathy from some and cynical political attacks from others 所以cynical political attacks 所以從其他人這邊引來的是這個情緒 cynical political attacks cynical這個字馬上說一下 我一直不太喜歡cynical這個字的翻譯 以前的字典把它翻譯成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我至今中文還是不懂 他叫犬儒 你知道什麼叫犬儒嗎 你懂的話我也是佩服你了 OK 所以我這邊先打一下 所以 cynical 我們以前把它翻譯成犬儒 可是啊 no 就這個翻譯真的不好 所以 我很快來找一下 如果今天要換一個cynical 中文來看的話 你看他這裡還有萬事不公的翻譯 什麼鬼 還有一個憤世技術的翻譯 那都對嗎 我都覺得這很不到位 我這邊講 我們試一試 cynical加一個meaning這個字在後面 你就會看到他用比較好的方式來翻譯他 你看齁 so the definition of cynical is having a believe that people only do things to serve their own needs 所以cynical就是 我相信人們都是自私的 你現在在不管說什麼話 我都覺得那是從自私的出發點在說的 我就說你是一個 我是個cynical的人 因為 我不相信你會 很真心的發便當給遊民 我覺得 你的動機一定是self serving 你在serve你自己 OK 所以這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譯成懷疑論嗎 或許是 憤世技術嗎 我真的覺得翻得不太大位 萬事不公就更別說了 OK 所以cynical 所以下面再說一次 believing that people are motivated purely by self interest 同樣一個概念 所以人們被啟動機的東西 被啟動機的出發點都是self interest 自己的利益這樣子 那下面再說一個 distrustful of human sincerity or integrity 所以不相信人類的 sincerity就是誠意 像我剛剛講 你發便當給遊民 感覺很有誠意啊 你在做公益啊 就幫助弱勢嘛 可是我就覺得 你一定是在想要活 想要得到 你旁邊的女生覺得說 你好棒喔 你是hero這樣子 OK 所以我就不相信你的 sincerity 或者你的 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你的連結啊 的那個概念這樣子 Integrity就是 例如說你在公家機關工作 連筆都不會拿回家用之類的 所以你是一個很 你有高度Integrity的人 所以這幾個字也 這幾個字也都寫下去 Integrity OK Sincerity 就是你的真誠 那你的Integrity 要是我對這兩件事情都不相信 我只相信你做任何事都是自私的 I am a cynical person 這樣大家懂意思喔 所以我就 我就不留下這些中文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中文很爛 聽完之後你就懂了 所以有時候聽人家講解 還是有點幫助的 OK 好所以 所以大 Cynical political attacks from others 所以有些人覺得啊 就 你被打喔 一定有一些什麼什麼在裡面這樣子 是不是你自己活該啊 或者一些 或者你現在跳出來 然後 然後說你自己 全身的受傷什麼這些 是不是能夠幫助你下一次選舉啊 你看這些想法 非常的糟糕 所以 我覺得前面的部分 這高嘉瑜 雖然我也想再讀一下喔 可是其實 內容大家都知道啦 說實在對不對 好我就讀個一兩段好了 So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discussion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aiwan After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Legislature Later 郭嘉瑜 所以這個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就DPP 就民進黨 Legislator 就是那個立法委員 高嘉瑜 我是不是剛剛一直講到郭嘉瑜啊 高嘉瑜 對不起 Revealed that she had been physically assaulted by her partner 所以她 Physically assaulted 沒問題 就真的是毆打她 如果是Sexually assaulted 那就是性侵犯這樣子 那她的名字叫 Ling Bingshu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而她其實也是一個泛律的 A Pangrine political columnist who writes under the pen name of Rafael Lin 所以她還有個筆名 然後她似乎是一個專欄作家 Columnist 那Pangrine就是泛律 所以這邊也多講一下 就Pen這個字開頭 就是 不是Pen喔 是Pen 它是飯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 像美國有一個 每年會舉辦一個東西 叫做泛美運動會 就是全美國的這個大學生 左右的年齡的人 還是以下也可以 那參加競賽 然後可能 得到那個第一名的或之類的 你大概就可以去比奧運 這樣子 就是國手了 所以她就叫Pen American Games Pen American Games 所以這裡的Pen Green就泛律 好可以 那然後她又說 高嘉瑜代表的是內湖南港的選區 Sure OK 然後她說 The report said Stated 她是用一個勁爆 Mirror Media 我看得出來這個就勁爆 That Lin beat Gal After finding that She was exchanging text messages With an ex-boyfriend Injuring her face and limbs 所以她 發現了她跟她的前男友 ex-boyfriend 交換著這個簡訊 Exchanging text messages 所以她就傷害她 Injuring她的臉 Limps就是四肢 的確是沒有錯 然後下來下面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啦 所以我比較想講的是 因為她剛剛前面說有一些什麼 Misogyny 或者是Cynical的一些view 這個部分我比較想要多看一下 所以下面有一段大概就是在講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點往後跳跳來看一下好了 大概是在哪裡呢 大概是在... 這邊有點蠻下面的 OK 好 所以這裡說然而 在台灣的這個 Starkly Partisan Political Environment 所以這邊還不是句子的部分 這邊只是一個地方附詞片語 所以在台灣的 很Starkly Partisa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裡面呢 下面接觸是動詞 那什麼叫做 Starkly Partisa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所以Stark這個字先說一下 好多個意思 你如果看那個 冰與火之歌的話 Stark還是那個家族的名字 史塔克 那Stark有很絕對的 OK 很敬為分明的或之類的這樣子 避雷分明的 這個成語我一直想不起來 到底怎麼講 算了 所以Stark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說 兩解之間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不同點 So there are stark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 Stark differences 就是很清楚的不同點之類的概念 所以這裡講 Starkly Partisan 就是非常清楚的 明白的 Partisan的這個 Political Environment 那Partisan又是什麼 Party就是 派對偶 也是政黨 所以Partisan就是 政黨方面 OK 所以 像我們是兩黨政治 Bipartisan 所以Bi加在前面 就兩黨的 Bipartisan 所以Partisan就是 屬於一個黨派的這樣子 所以在台灣這個非常清楚 藍綠分得很清楚的這個 Starkly Partisan的這個 Political Environment中 豆典或者主持動詞開始 Other politicians have used the occasion for political attacks on the DPP 所以就有人 就藉由這個時機點 這個occasion 這個機會 來做一些政治攻擊 台北市議員 其中一個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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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KMT's up and coming youth politicians and another female politician 所以她也是個女性 那她是國民黨的 KMT的 up and coming就是即將要出來 跳出來的這樣子 的一個年輕的一個政治人物 而她也是女性 剛說過的 Another female politician 所以她把這個 把她講成塔利班 哈哈 OK 所以 然後所以 這就是塔利班 Taliban這個 反過來 那她的塔利班 有點翻的怪怪 她翻成大綠班 那這個媒體真的是國外的 他是叫什麼 外交官媒體 還是什麼鬼的 所以他們可能真的 翻的有點怪 但不管 而KMT的這個 Central Committee 另外一個傢伙 就在這個什麼 中央委員會 黃群衛 Further raise eyebrows by stating that quot deserve to be beaten to be beaten by Lin 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 她做了一件事情 她raised eyebrows 所以這一個 黃先生 他raised eyebrows 什麼意思啊 你想像一下 我現在看著你 我的眼 我的眉毛這樣子 OK 所以raised eyebrows 就是這個概念 讓大家 這樣子 OK 所以她呢 更進一步的 raised eyebrows 藉由什麼呢 藉著說下面這件事情 說什麼 說高嘉瑜根本就活該被打 OMG 這言論怎麼說的出口 太誇張了 Right 所以高 deserve to be beaten deserve這個字 他這裡就活該的意思 不過說實在 這個deserve 真的不能只翻成活該 雖然翻成活該 是其中一個翻譯 那活該 聽起來是不好的事情 對不對 你做了一件事情 不好的報應 我們稱為你活該 可是deserve這個字 不是只有負面的 他也絕對可以有正面的 那個因德的意思 所以要是我說 今天很努力做了一個project 我說I deserve a good mark 難道要翻成我活該得高分嗎 不是嗎 所以他的確可以翻成因德的 OK 所以他不是絕對只有那種 負面的活該的意思而已 好這樣子OK 而他的comments were criticized by KMT Chairman Eric Chu 我現在知道朱立倫 原來叫做Eric 哈哈哈 所以他的comments也就被批評了 被國民黨的主席 Eric Chu 那明顯你看到這個Chu就是朱 朱立倫 So the party issued an official statement 所以他就發出了一個正式的說明 Issue這個字 也就有發出來的意思 所以發表一個正式聲明 然後這個黃先生他就apologized 但是朱立倫也 但是朱立倫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他也came under scrutiny 這個scrutiny也就是被檢視的意思 OK 所以這種媒體對你的這種檢視 人民對你的檢視 我們通常用的就不是什麼 examination或者inspection 因為一般講的這種examine這個詞 或者是inspect這個詞 這個比較接近像例如說 我來我今天到你的工廠來一個 例行的安全檢查 甚至是突襲的安全檢查 不先跟你講 省著我來的時候 你什麼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inspection 所以這個就比較scrutiny 而scrutiny就剛說的比較是 人類對政府的檢視啦 或者是媒體對政府的檢視 我們用的是scrutiny 那他的動詞是scrutinize 所以這檢視雖然都是檢視 可是意思不太一樣 scrutinize Alright 好所以也就是說 這邊再說回來 So you also came under scrutiny 也就是被大家檢視了 因為他也用塔綠班這個詞 to refer to Lin OK in public comments 所以把這個林先生 他稱它為塔綠班 所以這樣也是被罵 那也活該啦 你不要去惹這事情就沒事了 所以好 所以大概這樣 看到這一代也夠了 因為這新聞真的蠻長的 然後我覺得我講解的東西 今天講的蠻細的 我覺得好像 時間上大概也差不多了 好 那小小複習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domestic 有國內的 也有家裡的 之類的 甚至你可以說 清理得很乾淨 你也可以說 my mother keeps the house domesticated 或許我剛剛講這樣 有點性別氣勢 為什麼是媽媽而不是爸爸 Anyway my parents keep my house well domesticated 這樣子 OK 所以domesticated 就是也是清理得很乾淨 那甚至還有 煥養的意思 這要煥養 OK 所以狗啊 貓啊是已經被人類 煥養的動物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他們是domesticated animals OK 所以domesticate 這個詞可以變成一個動詞 好 複習的時候 常常不小心又多講一點新東西進去 反正都是學英文嘛 好 GTP剛說過了 就是那個 國內 國內生產毛文 如果你要講 國民生產毛文 那那個D會變成 G會變成N 所以也有GNP的概念 相信你懂 那這個N就是National 就這樣子 打一下給你看好了 所以裡面的那個詞是National 國民的 incident是事件 所以他今天這個是家暴事件 那misorgy你剛說是醜女 male chauvinism這個詞是那個沙文主義 male不可以省掉 因為沙文主義 因為chauvinism就只是高高在上自大的態度而已 你要加一個male 才真的是男性的那一種 那incel剛剛也說過 就是不自願的單身 非自願單身 我想單身應該還算說得過去啦 因為celibacy是那個 堅持不打炮就是了 所以celibacy這個詞通常會利用在誰身上 就是像例如說神父 因為神父不可以結婚嘛 所以他一輩子都是一個celibate的一個狀態 好anyway Cynical剛講半天 我說非常難解釋 所以我們大概籠統的說起來就是 你會去懷疑別人做事情的動機都是自私的 OK 所以要是我懷疑別人從來不懷好意的話 應該講不懷好意嘛 別人做事情從來就沒有良善的出發點 一定都是自私的源頭的話 那我就是一個Cynical的人 所以他的名詞也有Cynicism OK Cynicism 好那Pen是範什麼什麼東西這樣子 所以範藍範綠 Pen Blue Pen Green Stark 這個詞其實翻譯相當的多 那我這裡給 給這邊的用法 我就把它大概說成是很明確的這樣子 所以台灣是一個政治上非常壁壘分明的這種兩黨政治 就是分成左邊右邊或者藍色綠色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Starkly Partisan的一個政治環境 Starkly Partisan Political Environment 我記得他剛裡面詞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有一些人講的很誇張言論 你被打活該 Raise Eyebrow OK Raise Eyebrow 那你被打活該 You deserve it 當然不是 不可以這麼說 太過分了 OK 然後最後講的是檢視 這個檢視如果是人民啊 媒體啦對政府的檢視 scrutiny scrutinize 如果今天是拿一個東西 例如說這個酒杯 我來看一下什麼材質做的 這個不叫做scrutiny 這個只叫做examine 或者叫做inspect 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